好 繼續來看到30號的晚間7點左右 花蓮縣消防局接獲民眾報案 指稱在花蓮市重慶路上有鐵皮屋倉庫串起火苗 那麼消防隊是立即指派車輛到場來灌救 迅速的撲滅火事 那麼根據附近的居民說 在起火之前有人在倉庫旁邊放煙火 是否是這起火警的主要原因 還有待火雕人員做進一步調查 目擊者這句靈魂質問 直至近日花冬民眾的心中 因為年假都過完了 居然還有人玩鞭炮玩出大事 熊熊大火猛烈吞噬整間鐵皮屋 濃濃白煙只穿夜空 連假玩開工第一天 消防隊就忙到不行 因為花蓮市重慶路上的鐵皮倉庫 30號晚上7點多忽然冒出烈焰 有人在玩煙火 然後晚上煙火之後 一根從裡面燒 到了現場之後那個鐵皮屋已經全面燃燒 那我們大概在10分鐘左右就控制火勢 大約20分鐘已經將火勢撲滅 根據了解起火前 疑似有人在倉庫旁燃放鞭炮 可能剛好掉到屋內導致火勢 不過目前無法確定火災是由鞭炮引起 還需要進行調查 同樣疑似是放鞭炮釀貨 這回地點在台東 濃濃白煙從屋頂竄出 現場籠罩在煙霧之中 消防人員立刻衝入火場救人 我還騎過來在冒煙 鍋點在冒煙 塑膠味很重 臭到我嚇到 台東市博外路31號上午11點 接火有民眾報案 疑似有名餘姓男子 酒后在浴室內點燃鞭炮 結果引發火事 男子雖然被緊急送醫 但仍傷重不治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 張宣 十日清里面的花蓮台東報導